大家好,我是新山育蜂人 我们这里的蜜蜂已经进入秋帆了 等一下我把一箱蜜蜂喂蜜水 看一下跟没有喂蜜水的蜜蜂对比一下 看看什么情况 我这里的蜜蜂已经进入秋帆了 蜂群开始有一点出入 这些蜂箱是标准的蜂箱 荒粮尝试49的 这地下的草有一点枯黄了 上个生期打了除草剂 等一下就用自己香蜜蜂 喂一点蜜水 看看是什么情况 我这个就是纯蜂蜜 就是煮蜂蜜的时候煮出来的纯蜂蜜 现在用这个纯蜂蜜喂蜜蜂 一次喂那么多吧 等一下加一点水 这春风一直太浓了 要加一点水 直接加个三泉水 我这个不白水是三泉水 就是三泉水 直接引过来的 那么多吧 整理好心情在出发 酥巴叮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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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加这么多 还会再加这么多一米 现在我就把这个蜂蜜 味精致一下蜜蜂里面 白天味蜜水就不要学了 因为我养了三十多年蜜蜂 我可以感觉到也可以控制 会让它起道风 朋友们要吃灰蜜水 就要晚上天黑以后味 没有灯光的地方天黑以后味 这个香是四根以后 还是有蜜的也是不切蜜 不切蜜也要问一下 还会有人把你牵挂 工王在这里 我现在直接把这个蜜蜜 外面炒房里面 因为现在基本上就只有软 还有一点点药虫 主要是要蜜蜂快一点 把这个蜂蜜吸完 白天这样味蜂蜜 大家就不要学了 因为好容易引起道风的 我最想是四根蜜蜂的 一瓶蜜水就未完 刚未完蜜水的蜜蜂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动了一下草皮 有一些蜜蜂就跑到草莓外来了 等一下过一段时间 看看这个蜜蜂会怎么样 这一箱蜜蜂 未蜜水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 现在再看一下蜜蜂的情况 这个蜜蜂为了蜜水 明显的出群就多一点 但是肥来的蜜蜂 蜜蜂也没有发粉肥来 说明外一届没有蜜蜂源 好像这个时候蜜蜂就不要喂蜜水了 再过一个生期吧 过一个生期再试一下 如果蜜水喂下去 肥来的蜜蜂发粉多 就传仓的蜜蜂 进行一次奖励侍卫 再看一下这一箱没有喂蜜水的蜜蜂 这一箱蜜蜂就没有出入了 今天回来主要是试一下 看看蜜蜂是不是已经进入秋房了 如果已经进入秋房 喂了蜜水的蜜蜂 就会喊到发粉肥来 今天喂了一箱 回来的蜜蜂没有什么发粉 说明蜜蜂还没有进入秋房 那么就再过一个生期 再用糖水试一下 如果喂了糖水 蜜蜂明显的喊到发粉肥来 就已经进入秋房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分享